四 血虚必经 内分泌不畅 上焦火 特别地旺 下焦肾 又特别地虚 我跟你说过 回去好好调理 怎么这次 比上次还要严重呢 我特别听您的话 天天都按时吃药 那是不是因为我这身体 特别难调啊 再难也要调理 你的暖潮功能啊 比一般同龄人 早衰得很多 再加上有遗传的病史 你的情况 真的太不乐观了 没关系 我已经接受现实了 我会努力配合治疗的 我冒冒就问一下 我冒冒就问一下 你有男朋友吗 根据你现在的情况啊 你应该想一想 你过去的同学 还有你身边的同事 有没有你喜欢的 或者是有中意你的 你总得能 扒了出几个吧 怎么 一个都扒了不出来 我还尽量 这么晚还没走呢 你吓我一跳啊 你不也没回 су吗 公司的事太多了 怎么样 这两天嫂子没事吧 还凑合吧 反正我已经把家里的菜道 都藏进来了 包括钱子 我知道 公司现在的情况 这况对你多多少少有些不公平 全公司的担子 全定在宁人间上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个担子 你还真得扛住了 我要是真扛不住了 怎么办 不不不不 你肯定能扛得住 我了解你 你是一个 有责任敢担当的男人 真的 不过秋阳 无论是从生意伙伴 还是老同学 甚至于哥哥来讲 我都觉得 这么些年 你真该有个家了 我真是想 妈本来想跟你视频聊聊天的 可是又怕 你跟妈说话压力大 知道你这段时间过得很累 是不是妈把你逼得太急了 宝贝 别急 总会有办法的 好 我就是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公司现在这个情况 找投资太难了 啊 好 有事吗 没什么特别的事 就是想问你 有没有吃饭 如果你们没吃饭 我这刚好有一桶面 刚泡好了 不用了 谢谢 那个 我是想说啊 你要想找人说说话呀 聊聊天啊 或者是想喝酒啊 你就喊我 我知道啊 你心里面肯定会想 咱俩又不熟 但我觉得咱俩再不熟 不也是邻居吗 谢谢你 真不用 那行 那你早点休息 晚安 你等一下 要不吃点了 这个还可以对你 关于你之前的提议 我们两个结婚的提议 你想通了 进来收货 好 有什么条件尽管说 你只要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 我要孩子 你要什么 孩子 我要一个孩子 我跟你去结婚领证 帮你把你公司的危机 度过去 但是我对这段婚姻 唯一的条件就是 我要一个孩子 你不能要一个孩子呀 你怎么可能 跟我要一个孩子呢 我希望我们的婚姻关系 是没有任何牵绊的 要真是要一个孩子呢 那跟真结婚有什么区别呢 你说得特别对 我有些不理智 我就当我没说过 对不起啊 你回去吧 别 我们刚 刚说两句 干吗让我走啊 我说了 你出去 你不是要一个孩子吗 我们可以谈啊 我没说不可以谈呢 那你回来 回来 我们来商量一下 商量出去